美国副总统拜登启程前往乌克兰 将与临时政府会谈解决东部危机 韩国总统朴槿惠言辞批评 渡轮船长弃船逃生 做法形同谋杀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向晋国神社献春季祭品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欢迎您收看今天2014年4月21号 星期一晚上的VOA卫视新闻 我是郑玉文 纽约时报再次爆出了周永康家族剧练财富的报道 那么尽管中共至今迟迟不点名 周永康案可以说已经闹得中外皆知 北京到底要如何来处理这场反腐风暴呢 稍后我们将有来自北京的最新报道和分析 另外节目当中我们也为您邀请专家 要来谈谈中国的新疆政策 以及近来不断传出的维族人出走的现象 欢迎您锁定今晚的VOA卫视新闻 不过节目一开始 我们首先带您看看的是有关于 韩国失事渡轮的最新消息 韩国总统朴槿惠强烈的批评 岁月号渡轮船长还有几名船员的行为 那么这艘载有476人的渡轮呢 是在上个星期翻成的 结果造成目前已知60多人死亡 还有200多人失踪 其中大多数是学生 有关详情下面就是VOA卫视新闻的报道 朴槿惠说这几个人的行为不可理解 而且不可接受 从常识来看船长和一些船员的行为不可思议 他们的行为形同谋杀 无法而且也不应该容忍 事故发生之后 船长没有立即遵守 针导船舶交通服务中心的疏散命令 他们在告诉乘客待在原地不动的同时 却离开乘客 自己先逃命 这种行为不仅在法律上 还是伦理上 都是不可想象的 船长三副和另外一名船员 星期六被捕 他们被控在渡轮下沉时 抛弃乘客 公诉人说 四月号翻覆时 二十六岁的三副在掌舵 他第一次驾船通过该片海域 另外还有四名船员被拘留 他们被指没有对乘客尽到保护职责 潜水员们从渡轮中打捞出六十多具尸体 目前还有两百多人下落不明 大多数遇难者是高中生 韩国海洋渔业部发言人说 到目前为止 遇难者的遗体 只能在DNA的检测结果出来之后 才能够转交给他们的亲属 但是现在我们简化了移交程序 根据家属的意愿 在DNA检测结果出来之前 就把遇难者的遗体送到其他的医院 星期三 韩国城市安山计划为多名遇难者 举行追思仪式 动轮上很多学生家住安山 海上交通控制部门 星期天公布的报告显示 船员在命令乘客 弃船逃生的决定上表现的犹豫不决 在渡轮下沉时 有174人获救 4月号船长李俊熙说 由于他担心乘客 在急流和大约涉事 10度的冰冷海水中会有危险 所以他才没有下令立即疏散 李俊熙是第一个弃船的船员之一 当局还没有认定造成这次灾难的原因 但是一些幸存者称他们听到一声巨响 然后船开始倾斜并下沉 星期五朝鲜日报援引调查人员的话说 4月号突然转向导致180辆车和近1200吨货物一向一测 致使船倾斜沉附 威尔卫视新闻报道 继续我们要把镜头转回到美国 星期一2014年的波士顿马拉松赛就要开跑了 在一年前两枚炸弹在波士顿马拉松赛的终点线上爆炸 那么那一次的爆炸导致了三个人死亡 有多人受伤 那么今年的波士顿马拉松赛 比赛者可以说以一种相当不同的心情来参与比赛 有关详情下面继续是美国之音记者普里苏蒂在波士顿的报道 一年前当波士顿爆炸案最后一名嫌疑人被捕之后 人们自发地走上马萨诸塞州沃特顿的街头庆祝 小哈尔萨纳耶夫就在这辆救护车里 现在他面临着11月份的审判 出租车司机安东尼·佩尔顿 当时就在欢呼庆祝的人群之中 他们活捉了他 这非常重要 佩尔顿在一次戒严期间拍摄了这些警察 挨家挨户搜捕萨纳耶夫的照片 戒严期间居民都待在家 商店也歇业 佩尔顿说今天他的家乡变了 有时坏事会变成好事 也就是说有时悲剧会让人们团结起来 唐利维是一家当地餐馆的老板 这家名为Deluxe Town Center的餐馆 恰好是那天晚上警方搜捕行动的中心区域 他说 波士顿是坚强的 沃特顿是坚强的 我认为这主要是人们的内心想法 这些想法星期一在马拉松的比赛路线上得到体现 人们同时还在怀念在爆炸事件中的遇难者 今年的马拉松赛有36000多名参赛者 3500名警察到场警戒 沿途布满了摄像机 这些摄像机和拍下的焦哈尔萨纳耶夫 以及他的兄弟塔梅尔兰 萨纳耶夫在爆炸发生前不久 扔下藏有高压锅炸弹的背包 所用的摄像机相似 塔梅尔兰萨纳耶夫在和警方的枪战中被打死 今年波士顿马拉松赛的100万观众 严格限制所携带的物品 即使是参赛者 他们也不能携带包 这个不行 那个也不行 只有透明塑料袋 装着要换的衣服可以 这对于参加过5次波士顿马拉松赛的选手 克鲁迪斯来说有些难办 他是去年好几千因为发生了爆炸案 而无法完成比赛的选手之一 他今年又再次回来参赛 感觉就像又做一遍 我得把去年做的再来一遍 会积极应对的 对于这里的绝大多数人来说 从一年前的记忆情感中走出 来到比赛之中 这是问题的关键 波士顿马拉松赛永远都被赋予了新的含义 继续我们要带您看看的是 中国法院在最近扣押了日本船只 寻求二战赔偿的做法 这让日本当局感到相当的忧虑 他们担心中国是否在借着战争赔偿 来对日本进行经济制裁呢 稍后我们将有来自日本的现场报道 也请您休息一下 我们马上回来 欢迎您继续回到VOA卫视新闻 就在美国总统奥巴马即将启程访问亚洲四国的前夕呢 前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 前驻华大使洛德 他接受了美国之音专访 他说加强美国还有亚洲盟友的关系 不仅不会损害 反而能够改善美中之间的关系 他也敦促奥巴马政府在乌克兰危机上 要表现得更加坚定 以免美国在亚洲的信誉受损 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方斌 从纽约发来的报道 洛德说 奥巴马的亚洲之情 除了要证明美国对亚洲的承诺 更重要的目标 是要向美国的盟友证明 其承诺的坚定 对于有评论认为 加强与美国亚洲盟友的关系 会恶化美中关系 洛德的看法恰恰相反 他说 这并不必然会挑衅中国 相反 如果美国与盟友的关系 看上去是很好的 相对于显示我们之间的分歧 这样反而能改善美国同中国的关系 洛德认为 为加强美国与亚洲盟友的关系 奥巴马此行的关键 是弥合日本与韩国之间的分歧 我认为 总统如果能减缓美国的盟友 日本和韩国之间的紧张气氛 他就能成功地进一步加强 美国与日本与韩国之间的关系 并加强美国跟包括与中国有争端的 菲律宾在内的东南亚国家的关系 日本与韩国不仅有领土争端 而且还存在因为历史遗留问题 产生的民族情绪的对立 洛德认为 如果奥巴马此行能达成这一目标 这实际上向中国送出了一个信号 他说 不挑衅 我们是可靠的伙伴 如果我们摇摆不定 中国就有可能进一步 推进自己的计划 虽然奥巴马此行不去中国 但是其成功对美中关系十分重要 洛德表示 奥巴马政府对乌克兰危机的反应 直接影响到美国在亚洲的信誉 奥巴马在克里米亚问题上显得犹豫不决 如果面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还是犹豫不决 显出软弱 就会使美国的盟友紧张 并又使中国继续坚持其破坏稳定的目标 洛德是1970年代美中重建外交关系的关键人物之一 美国之音方斌 纽约报道 那么继续呢 VOA连线 我们就要带您看看中日两国的关系 即岛屿争端之后 是不是可能出现另一个可能导致冲突的导火索呢 那就是有关于二战赔偿的问题 我们看到上海法院在上个周末扣押了一艘日本三井公司的商船 它的理由呢 是这家公司没有切实的执行中国法院在2010年所做出的赔偿的判决 那么中国是不是在以二战赔偿的理由开始对日本实施经济制裁呢 中日关系是不是还可能会出现更多的紧张呢 我们下面就通过连线 请VOA卫视驻东京特约记者小玉 来为我们介绍相关的情况 小玉你好 先来跟我们谈一谈针对这个上海法院的这项裁决扣押日本商船的做法 日本政府有什么样的一个反应呢 好的 玉文 中国呢对被判败诉的日本企业的资产实施扣押行为呢 实际上是非常罕见的 就在日本引起了极大的震惊与关注 那么这个星期日本内阁官方长官菅义伟对此表示遗憾 他说中国的一系列做法有可能从根本上动摇1972年日中联合声明阐述的日中邦交正常化的精神 日本政府呢对此表示忧虑 强烈希望中国采取妥当的处置 那么菅义伟还表明日本要通过外交途径要求中国提供相关信息 并且与商船三井公司协商应对措施 那么日本媒体的反应呢 日本媒体普遍认为扣押日本企业的船舶是中国当局对日施压的一个环节 进一步显示出呢中国的习近平领导层在历史认识问题上不会向日本让步的强硬立场 那么还有分析认为扣押日本企业船舶意味着今后包括二战中国劳工索赔诉讼在内的战后索赔案 一旦原告胜诉呢日本企业将面临在华资产可能被扣押的危险 这直接影响到日本企业对华投资的热情 郁文 是小玉确实上海法院的这个诉讼裁决可以说很多人说对未来中日两国的战争索赔的诉讼案 可能很有深远的影响 那么继续呢我们要来看看今天同样的来自东京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焦点 就是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他在今天向靖国神社来献春季的祭品 能不能跟我们谈谈详细的情况 是的这个我们知道除了中日两国的岛屿争端以外呢 去年12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参拜靖国神社以后呢 是这个两国的关系呢雪上加霜 那么星期一从今天起呢 靖国神社开始为期三天的春季大祭 安倍晋三呢 这个向靖国神社的这个春季大祭呢献了贡品 并且注明了他的身份 内阁总理大臣安倍晋三 我们知道再过两天美国总统奥巴马即将访日 那么去年安倍参拜靖国神社的时候呢 美国政府曾经表明失望 对此呢日本内阁官方长官菅义伟表示 安倍向靖国神社献贡品呢是个人行为 不会影响即将举行的日美首脑会谈 那么中国政府反对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 但是是否针对现贡品也做出反应 目前我们还不清楚 另外有报道说呢 安倍这次呢 不会在春季大祭期间 参拜靖国神社 郁文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 这是小玉 在东京为我们所做的最新报道 那么有关于中日关系的相关发展 我们也欢迎您 锁定美国之音的各节节目 您也可以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 来查询我们的报道 网址是VOACHINESE.COM 那么就像刚刚小玉所报道的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他在星期一奉献了祭品给东京靖国神社 在那里供奉着包括被处决战犯在内的亡灵 那么长期以来 靖国神社可以说是日本与中国还有韩国 关系紧张的一个来源 有关详情下面继续 是VOA卫视新闻的一则报道 安倍晋三献给靖国神社的祭品 纪念4月21号到23号的春季节日 这是靖国神社的一项重要年度活动 日本内阁官方长官菅义伟说 我了解这个祭品是以他的公民的个人身份奉献的 我认为政府就个人的私人行为 发表评论是不适当的 此举意味着安倍在奥巴马总统 周三开始的访日之行以前不会参拜靖国神社 安倍晋三在他成为首相之前定期参拜靖国神社 他2012年底上任以来 只有在去年12月参拜了一次 那次参拜激怒了韩国和中国 导致日本与这两个国家因领土和历史问题而早已冷淡的关系更加恶化 华盛顿表示 安倍的参拜令人失望 美国之音VOA卫视报道 那么看完了中日关系继续带您关注的是美中之间的关系 美国国防部呢一个战略咨询机构在最近发表了新的研究报告说 中国正在对美国采取所谓的三战的战略 中国的这个三战战略能不能够帮助习近平来实现他的强军梦呢 那么这对于美军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威胁或是影响呢 下面继续是VOA卫视记者齐之锋还有未知的报道 中国对美国展开的所谓三战 包括法律战 媒体战和心理战 这个三战的战略已经实施了十年 现在美国国防部未来战略研究机构 净评估办公室聘请专家对中国的三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并提出了一份成达五百六十六页的报告 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 美国国防部净评估办公室顾问白邦瑞博士 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解释说 当初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提出针对美国三战的战略 美国方面长时间不理解也没有给予注意 中国政府从2010年开始进行一些活动 跟三战的理论或条例非常相似 三战这种说法来自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一个组织单位 我们美国国防部没有这么一个对应的组织单位 解放军有总政治部这样的单位 美国国防部没有政委没有总政治部 因此一开始我们不理解这是一个什么单位 有些观察人士认为 中国针对美国实施的这个三战的战略 恐怕结果是徒劳无功 因为如果是在一个封闭社会 这些忽悠人的手段或许会发挥一定的作用 可当今世界处于一个互联网大普及 人们的消息和信息来源越来越多的时代 中国的手段再巧妙 大概也不会有多少人被糊弄 然而美国迈阿密大学的中国政治和军事问题专家 金德方教授却另有看法 金德方教授认为 中国对美国实行三战战略 已经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果 让许多人在不知不觉间 接受了中国所宣传的说法 我有一次参加一个不对外的情况介绍会 一个美国政府的中级官员在会上一开口就说 随着中国重新获得在世界上应得的地位 美国政府的一个官员说这样的话 让我非常的吃惊 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在世界上有一个应得的地位吗 美国没有这样的地位 我们对意大利也能说同样的话吗 美国国防部未来战略研究机构 净评估办公室有关三战的研究报告 是由七位相关领域的学者撰写的 报告指出 美国政府和军方缺乏有效的手段 应对中国这种不动武的作战方式 BOA卫视记者魏之 齐之峰 华盛顿报道 欢迎您继续回到VOA卫视新闻 就在最近几个星期 我们看到了中国当局对于所谓参与新公民运动的领导者和参与者 展开了众审众叛的相关的手段 那么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多次为您邀请到专家来谈到这样的一个问题 那么今天在我们的VOA卫视新闻节目当中 我们很高兴为您继续邀请到的这位是中国作家 也是前南方周末的评论员孝鼠先生 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来谈一谈有关于中国新公民运动的发展 孝鼠先生欢迎您 谢谢 是我想首先我们就先来看看 上上星期徐志勇案的二审被驳回了 那么接下来丁家席李卫先生的案子在上个星期也判了 两年到三年半不等的有期徒刑 很多人认为这是当局的众审众判 您的看法呢 当然是众审众判 因为他们本来都是无罪的 对无罪的公民哪怕只判一天都是众审众判 本来应该宣布他们无罪 然后当天释放 是那么很多人也说 新公民运动他们倡议的是教育的平权 是公开官员的财产 那么在习近平打着反贪的旗帜下 公开官员财产本来不是一件是好事吗 甚至很多人说许志勇丁家席这些人 应该是得到当局的赞赏和公开的表扬 为什么反而是对他们采取这样的一种司法审判的手段 一个根本的原因 我想他们是履行了公民的政治权利 这是他们无论是要求公布官员财产 还是要求教育平权核心的都是争取或履行 那个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的公民权利 而我们知道就是说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的所有的公民权利 在中国实际上都是被假空的 是不落地的 如果他们有诚意就是说兑现宪法第三十五条 就兑现那个国际公约所规定的那个基本的人权和公民权利 那么许志勇丁家席 包括广东的国飞雄 他们的所有的这些行为 当然都不构成任何的那种跟他们的冲突 就没有这种冲突 就没有那种紧张关系 当然也没有今天的我们看到的那样一种 让人不能接受的一种局面 但问题恰恰就在于他们并不想兑现宪法第三十五条 并不想让那个基本的人权或公民权利落地 所以任何对这种权利的那种要求 对在他们来说就是要求越是有利 对他们来说威胁就越大 那么就越是要给予惩罚 我想根本原因在这 我们知道其实从习近平李克强政府上台以来 很多人对于这个政府有很高的期望 甚至包括一些新公民运动参与者 像许志勇博士 他一直认为这个通过当局来推动这样的改革 他觉得是有盼望 他是属于比较温和派的 但很多人对于事后发现 连许志勇这样的温和派的人士 都被判四年的有期徒刑 确实就像您说 很多人对于中国未来所谓的公民权利 或者民主发展都有很深的质疑 您对于习近平政府在这一方面还能有所作为 您抱持乐观还是悲观的态度 我想乐观和悲观都没有必要 根本就不要去拆他们 因为那个权利永远不会良心自我发现 然后来朝着我们期待的那个方向 他自己去发展不可能 那么那个指挥式就是任何的社会进步 我想我当然不排除各种可能 要有抱着一种开放性 但是我想无论是哪一种可能 必须建立在一个基本的立场上 这个立场就是民间自己要成长 民间的公民社会的力量 要自己要成长 你自己有力量 你就能够组到整个进程 无论他愿意不愿意 你都可以推动这个历史的发展 如果自己的力量没有成长 那么你就只有等着人家自上而下 但这是永远也等不来的 您说到民间的力量自己来加强 徐志勇先生也提到过 他包括他自己说 为了这样的运动做四年的牢 他觉得很值得 他觉得这样的牺牲是值得的 那您觉得现在的中国社会 到底具不具备发动一个 大规模公民运动这样的一个元素呢 不可能一夜之间爆发一个 大规模的运动 公民运动 但是它需要从每个公民身边 从他们的日常生活 日脊月累来逐渐的成长 我们刚才讲的民间的成长 讲到公民社会的成长 这种成长本身是一种生长 生长它一定是一点一点的生长起来了 它不可能一下子长成一个巨人 需要有环境 对 需要我们平时的那种积累 需要我们平时的那种 这种积累是什么积累 本质上就是为社会提供各种公共服务 这种公共服务的最重要的服务是 提供权力服务 帮助公民 帮助美国公民去争取 他应该得到的那种基本的争权和公民权利 也提供这是当下中国最紧缺的 最短缺的这种服务 因为政府肯定不会提供这种服务 他也不愿意提供这种服务 那么就只有我们民间自己来提供这种服务 在提供这个服务的过程当中 唤醒公民的权利意识 来逐渐的扩大公民运动 它是一个扩展性的那么一个运动 是 确实 那您提到这个所谓的意识的这个唤醒 您现在觉得整个中国社会的这个公民意识 是不是已经逐渐在抬头了 那么也有很多人也提到说 从许志勇先生丁家几千人李渭 一个一个被判刑 一个一个入狱了 很多人也担心新公民运动 未来会不会出现一个领导层的一个空白 缺乏了这些带领者 将来的新公民运动要走下去 是不是会很困难 我不认为新公民运动存在一个领导层 因为新公民运动它不同于过去的 所有的那个政治运动 它是分散的 是去组织化的 去中心化的 所以它也不需要一个中心层 它关键在于就是说 它主要是用那种直接的公民行动 来唤醒公民的权利意识 一旦当这个权利意识普及了之后 当社会接受了这个理念之后 那个领导层存不存在都不重要 社会自己是主体 社会自己会起作用 社会自己会往前走 就是社会才是最靠谱的 那么我觉得现在中国确实 已经到了这样的历史阶段 当然我们不能指望13亿人 在一夜之间公民意识都卷行 这是不可能做到的 但是我认为在中国 一方面不可能等到13亿人都卷行 但是另一方面也不可能 靠极少数人来改变历史 没有任何一种极少数人 能够实现中国的转型那么复杂的历史工程 那么它需要一个相对规模 需要一个相对多数 对我来说这个相对规模 相对多数就是一个几千万人的那么一个规模 这个几千万有影响力 有资源 也接受普世理念的那么一个相对规模的人群 那么我认为到目前为止 这个几千万人规模的相对人群在中国已经形成 已经形成了 那最后我们大约还有30秒左右时间 我想请孝水先生跟我们谈谈 我们知道除了在中国您光说 这样的一个意识或这样的力量已经在形成了之外 我们知道在海外其实也有很多的公民团体 他们也很希望能够帮助中国来发展这样一个公民运动 您觉得这些在海外的 像是包括杨建立先生领导的公民力量 类似这样的组织 能不能够再对中国内部推动公民运动 起到一定的作用呢 我跟海外没什么联系 因为我的主唱在国内 谢谢 所以这样的问题我就很难回答 是 好的 我们非常感谢您孝水先生 抽空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非常感谢您 那么观众朋友们也谢谢您的收看 那么稍后回来我们要继续为您报道的是 最近纽约时报再一次刊登了长篇的报道 揭发了周永康家族 恋财超过十亿元人民币的消息 稍后VOA卫视记者东方将从北京为您做详尽的报道 也请您休息一下 我们马上回来 亚太五号卫星 卫星转发器KU频段 东京138度 下行频率12439.5兆赫 符号率每秒2500千伏 前向纠错四分之三 计划方式垂直计划 PID分组识别码 1010视频 1011音频 欢迎您继续回到VOA卫视新闻 继续的VOA连线时间 我们要带您聚焦北京 北京外媒再一次爆出了周永康家族 巨练巨额财富的消息 这是纽约时报刊登了长篇文章 说周永康的亲属 掌握了几十家中国的大型国企股权 并且提到习近平的亲属 也在发财致富的行列之中 那么对于周永康党羽的调查 可以说进行了相当长的时间了 一些涉案官员纷纷落马 但是中共至今仍然没有点名周永康本人 这其中到底有什么样的原因呢 我们下面立刻通过现场连线北京 请美国进行VOA卫视 驻北京记者东方 来我们介绍最新状况 东方你好 先来跟我们谈一谈 就是针对这个周永康案 纽约时报的报道里 他到底提到了什么 简单的跟我们摘要一下 是的 那么纽约时报这份最新的 关于周永康家属所持财产的调查呢 是根据成交给中国政府的 公司备案文件 也是公开的文件 那么主要针对周永康的三名亲属 他的弟媳妇 他的儿子 和他儿子的岳母 那么你刚才也介绍了 大概全国十几个省份 37家公司的股权 涉及到能源投资 投资对象呢 都是由国有石油巨头啊 中石油所合资的企业 那么不仅是这个周永康的三个亲戚 那么第一财经日报呢 还引述了周永康的这个儿子 以及郭永祥的儿子周点兴 蒋洁敏的儿子 现在呢也都被中共采取了 强制措施 也被双规了 那么这个名单呢 是非常多 刚才我们根据这个公开的材料呢 上台是100亿人民币 但是今天中国大陆网上啊 还盛传了一个周永康家族 被官方查抄的 这么一个情况的名单 说他们在北京啊 沈阳 这些亲属一共拥有 326套住宅 白金黄银啊 黄金白银金币在内呢 有40多公斤 现金过亿元 还有枪支弹药等等 总资产近400亿人民币啊 这个确实是数字是非常的庞大 岳文 是东方 那就你所说 我们也知道 这个实际上外媒早就已经有很多相关的报道了 那么大家都说这个周永康案已经是中外皆知了 为什么中共到现在迟迟不点名周永康本人 你的观察和看法呢 北京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观察 就是今年4月份的啊 11号财新网讲到刘翰案件 我们知道刘翰是个涉黑案 现在正已经被这个审判了 17天刚刚停止 那么财新网讲到刘翰案件的时候呢 其中有一句话非常值得玩味 在提到周永康儿子周斌的时候呢 他没有点周永康的名字 是说周斌的父亲曾经禁止他 在自己任职四川期间到赎 就是四川的减商去折腾 那么你看财新网的这句话 会给北京的外媒啊 极大的想象和分析空间 一般认为是中共准备与周永康切割 你看他说不准你在到 在我在任期间到四川瞎折腾 那么等于是为周永康开脱罪责 暗示这些东西呢 只是他的儿子亲属和下属的事情 周永康的问题可能不会移交司法 不会公开审判 那么分析认为这么重的 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周永康在位时间太长 主管国太多的纪要部门 当局要想拿这个政变 拿监听 拿这个政治东西来审判他呢 实际上结果就是审判共产党 必定对党的形象造成空前巨大的损害 那么周永康如果不配合 反咬一口 更不堪设想 那么以经济腐败的原因 这个罪名来审判周永康呢 那么就很难服众 因为现在等于是人人 每一个纪律力集团 每一个领导人的家属都在经商 正如我们看到的 就连习近平本人的家属 也有这样的现象 也被外媒接触了 有这种现象 所以啊 以经济罪名审判周永康 可以是说是人人自危 导致他们会打 他们联合的抵制 所以到现在为止 仍然是举其不定 我们正在观察 宇文 是东方 最后我们大约还有一分半左右时间 简单跟我们谈谈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很多人说 中国当局的反腐 最近可能要打向这个石油 或者电力这种大型的国企 就是下一个目标 不过最近我们看到 李鹏的女儿李小玲 她在出席博奥会谈的时候 和李克强握了手 很多人说 这是不是意味着 李鹏家族已经从所谓的 电力反腐的风暴里 全身而退了 那么跟我们谈谈 习近平所掀起的这股反腐风暴 是不是遭遇了 来自利益集团的强大阻力呢 很明显 因为在博奥论坛上 大家都很关注 李小玲 丑闻缠身 这个是不是会亮相 这个李小玲呢 结果是高调现身 和其他企业家一起 不断参加了论坛 而且还和中国的总理李克强 相见并握了手 面对各路记者的追问呢 李小玲拒绝回答所有的问题 同时呢 北京传出 先时间没传出所谓 被免职的三峡双雄 一个是曹广京 一个是陈飞 现在呢 据说是不是因为贪腐 而是因为两人不和 都被另任新职 那么曹广京呢 将担任湖北省的副省长 原来我们提到的所谓这个 他背后的一个老领导 明显是指李鹏 这个猜测呢 也没有了下文 所有迹象呢 北京认为表明啊 就是说李小玲 有可能红色公主 已经平安落地 显然呢 这个习近平和王岐山的反腐 遇到了巨大的阻力 但是呢 这个北京的外媒呢 分析认为 就是开工没有回头见 周永康 李鹏的案子 以前造的这么大 现在能让他们平安落地 习近平的威权呢 一定会一落千丈 那么巧啊 打虎不成反会被虎伤 所以呢 习近平在党内打虎 会继续下去 与此同时呢 红二代为了 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 也会削弱习近平的权力 有分析说呢 想清军策 打击王岐山 是目前的 另外一派人的主要的目标 打击中纪委 所以呢 围绕周永康 围绕李鹏的党内斗争 仍然没有落幕 我们会继续的密切观察 有完 好的 我们非常感谢 就是东方在北京 我们所做的现场报道 那么确实有关于 中国反腐打老虎的 最新发展 还有反应呢 我们也欢迎您 持续锁定 我们的各节节目 您也可以登入 美国精英中文网 来查询相关的报道 网址是 voachinese.com 请您休息一下 我们马上回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卫视新闻 上个星期在中国 还有越南边界发生的 中国公民 遭到枪杀的案子 那么日前有中国媒体 在采访专家时猜测了 这些公民很有可能 是从中国出走的维吾尔人 为什么有越来越多的 中国维族人选择出走呢 那么新疆目前的局势 又到底如何 另外最近也传出了 中国当局可能会换人 主政新疆 这背后又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今天在VOA卫视新闻 我们很高兴为您邀请到的是 美国哈佛大学博士 也是新疆问题的专家 卡哈尔巴拉特先生 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来谈谈他的看法与观察 欢迎您巴拉特博士 你好 谢谢您 首先我们就先来谈谈 有关于维族人出走的这个现象 很多人提到 我们刚刚提到这个中越边界发生的这个最新的这个枪击案件 那么到底是不是有维族人大批出走的现象 这背后又有什么样的成因 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了维族人决定离开中国呢 维族人大批外逃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那现在在新疆那边 中亚好几个国家都卡得很严 天罗地网 到处都是遣返维族人 比方说哈萨斯坦 吉尔基斯坦 乌斯贝斯坦 尤其是巴基斯坦 成批的遣返维族人 维族人在自己的本土 无路可走 我觉得这个东南亚现在是一个通道 有些人想企图通过这个通道去找出一个生路 是我们看到有泰国 有到柬埔寨的 现在有到越南的 所以很多选择往东南亚 但是在另外一方面 我们再回到中国内部来看看 当然很多人说问题的根源还是在中国 那么我们看到了这次的 就说这次的云南的车站的这个攻击 恐怖攻击案之后好了 那么很多人也说 确实也对于维族人带来了一定的影响 您觉得它造成的影响有哪些呢 这个问题 现在这个如果是东南亚这条路也被中国官方堵死的话 维族人就完全没路可走了 这就是一个很厉害的一个现象 那么就是说 现在这个 越南的这次遣返 我感觉很遗憾 越南政府跟中国政府 这个合作 很遗憾 这个是中国边方部队通知越南边方部队 然后越南边方部队就枪毙了五个维吾尔族 他们确实是说当时的事件发生时 是因为有一些暴力的一些冲突或者是有夺枪的情况 所以才导致这次枪击案的发生 不过我们也想要看一看的就是说 我们如果回到中国 就像我们刚刚也提到的 那么很多人说 维族人说在中国 甚至我们知道现在被中国当局监禁的维族学者 伊利哈姆土赫提他都曾经提过 在中国的维族人强烈感受到一种挫败感 那么您认为这挫败感 是不是就导致很多维族人因此的不满 那么昆明火车站的这个袭击事件 到现在已经发生了很久的时间了 一个多月的时间 那么有关当局到现在还没有公布相关的细节 您觉得原因又在哪里呢 现在很多维族人的状况是逼着无路可走 这种状况 在这个维族本土现在是严打政策 三股势力的政策 压着维族人无路可走 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在寻找自己一种生物 这些人是典型的难民向外逃 去找出一次自己的生路 但是由于路上堵住走不动的话 他们在完全失去希望的情况下 做出一些很遗憾的事情 那我们也提到了 就是说刚刚在新闻当中我也介绍 最近路透社也报道了 就是说中国当局可能会把主政新疆的党委书记 张春贤给换下来 换成谁呢 换成习近平的一位亲信 也就是目前的浙江省委书记夏宝龙 那么很多人认为 习近平这样的一个做法 是确实也承认 目前新疆的局势相当的严峻 必须要换人做做看 您的看法 新疆目前的局势 在您的观察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个从历史上说 北京历来藐视新疆 派个王振把事情搞乱 然后派个王文贸去修理 那么派个王乐泉 把事情搞得这么糟 再派别人去修理 总是这么一个循环的一种模式 那在张春贤的主政之下 我们看到从2012年新疆所谓的 或者在周边地区的所谓的 可能是暴力事件或袭击事件 不断的发生 所以也有很多人认为 这是习近平要把张春贤换下的 一个主要原因 对于张春贤主政下的新疆 您觉得状况是如何呢 张春贤是试图修改 这个纠正王乐泉的错误 其实新疆的问题严重的多了 我觉得张春贤无能为力 去做就修改新疆的 修正新疆的问题 就是再换一个人 如果中国当局不改变 自己的基本政策的话 还是一样 那您觉得这应该做什么样的改变 北京当局到底对于新疆的政策 能做什么样的一个改变呢 北京当局已经对维吾尔族进行 这个严打和三股势力 时间已经十几年 二十年了 我觉得这种错误的行为 应该停止 应该平等尊重地对待少数民族 这样才能够改正自己的问题 用严打 用这种方式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哪里有压迫 哪里有反抗 是 那么最后我也想请问 对于这个伊利哈姆土赫提教授 他现在被拘留也被这个当局起诉了 您对于整个事件的案件发展 您又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伊利哈姆土赫提是一个国内的维吾尔族知识分子 他能说出来的是只有很有限的条件下 能够表现出一些知识分子 在关心维吾尔族 甚至关心中国政府的基础上 就是说不要走得太远 错得太多 就是说一些 其实有助于中国政策 有助于维吾尔族的一些好的建议 连这一点 他中国人都容纳不了 接受不了的话 维吾尔族完全失去最后一个发言的权利 好的 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 但是非常感谢您 巴拉托博士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那么观众朋友们 如果您也相当了解更多有关于刚刚卡哈尔巴拉托博士在现场为我们谈到有关于中国新疆政策的相关消息 我们也欢迎您登入美国基因的中文网来查询我们的相关报道 我们的网址是voachinese.com 那么稍后回来我们还有更多的国际新闻要为您报道 请您休息一下 我们马上回来 我们反对将有关的问题政治化 作为一个太平洋沿岸 美国和亚太地区有着很长的历史原谅 这个火腿制度出产的火腿 为什么这么特别 大家好 咱们快去看看拍照有多豪华 中国的网络防火墙 有一个非常银河的心理 你们可以看到他 美国总统候选人之间的电视辩论始于1960年 共产党军队势如客 中华民国政府败送 家世博士天下世 亚太五号卫星 卫星转发器KU频段 东京138度 下行频率12439.5兆赫 符号率每秒2500千伏 前向纠错四分之三 计划方式垂直计划 PID分组识别码 1010视频 1011音频 欢迎您继续回到VOA卫视新闻 缅甸著名记者也是缅甸民主运动创始人之一 吴温丁去世 他享年84岁 缅甸全国民主联盟说 吴温丁是在星期一逝世的 吴温丁他曾经担任过报纸的编辑 他与昂山素季共同创建了全国民主联盟 缅甸全国民主联盟的发言人说 吴温丁可以说是中流砥柱 他的去世是全国民主联盟 还有国家的巨大损失 吴温丁参与了创建全国民主联盟 向缅甸军政权发起了挑战 此后他成为缅甸服刑时间最长的一名政治犯 1989年吴温丁被送进监狱 昂山素季遭到了软禁 吴温丁在2008年获释之后 他继续的参与全国民主联盟的工作 呼吁军方交权 他说只要军方继续在政界占据主导地位 缅甸就不可能实现民主 许多人相信缅甸军方害怕吴温丁的过人才智 认为他与前缅甸共产党有联系 并且认为他在政治战略还有策略上 为昂山素季来出谋划策 继续我们看看珠穆朗玛峰 在上个星期大规模的雪崩 造成了13名当地向导丧生之后 以登山技能驻穿的尼泊尔夏尔巴人向导 目前正在考虑要进行罢工 他们寻求的是更好的薪资 还有福利规定 在上个星期五的雪崩之后 有三名夏尔巴向导受伤住院治疗 那么他们推测还有三人已经死亡 雪崩发生的时候 一些向导正在固定绳索和开凿冰雪 为在营地准备攀登的外国登山客 来打开通道 雪崩事故引发了对这些向导的危险工作的关注 尼泊尔宣布向每一个丧生的夏尔巴人家庭 来支付大约400美元 夏尔巴向导谋求增加给这些家属的补偿 夏尔巴人为花费数万美元的登山客 来从事艰险的向导工作 每个向导在登峰季节最多可以挣到5000美元 尼泊尔官员说向导停工 就将严重地扰乱在五月份开始的珠峰登山季节 白宫派出了副总统拜登将要前往乌克兰 来与乌克兰的代理总统还有总理举行会谈 尽管他们已经就缓和危机打成了达成了协议 但是呢东乌克兰的局势可以说是仍旧紧张 白宫方面发表声明说 拜登副总统将要在星期一离开华盛顿 并且准备与乌克兰领导人讨论国际社会 如何帮助乌克兰推行宪法改革 以及在五月二十五号来举行总统选举 奥巴马总统说 这将是一次自由公正的选举 另外呢在会谈期间 双方还将重点讨论乌克兰东部地区的局势 乌克兰东部在星期天复国节实行停火 但是停火仅仅维持了几个小时 之后亲俄罗斯的乌克兰城镇斯拉夫洋斯克 一个检查站爆发了枪战 有三个人丧生 具体情况还不清楚 那么乌克兰说 袭击是俄罗斯的特种部队所发动的 但是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 指责乌克兰政府不愿意控制极端主义分子 他说这些人是朝手无寸铁的平民来开枪 拉夫罗夫星期一说 乌克兰严重违反了上个星期的日内瓦协议 这项协议要求乌克兰东部 所有非法武装组织要放下武器 离开该地区 那么协议还要求向乌克兰东部 派出一个欧洲监察团 但是呢 在乌克兰东部十多个城市 亲俄罗斯的示威者继续占领政府建筑 到目前为止都没有退却的迹象 那么继续我们看到了 乌克兰东部现在还有数十座的政府大楼 依然是被控制在亲俄罗斯抗议者的手里 他们要求的是针对自治来举行公投 顿涅茨克的州长就是其中一位 被逼出了政府大楼的官员 他在顿涅茨克的临时办公室里 接受了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的采访 下面请看专访的内容 这里曾经是谢尔盖·塔鲁塔作为顿涅茨克州长的办公室 两个星期前 被亲俄罗斯抗议者占领 成了他们的大本营 现在塔鲁塔试图在顿涅茨克附近的酒店继续工作 在与美国之音的访谈中 他将这些抗议活动归咎于俄罗斯 最震惊我的是 那些拿起武器的人是来自俄罗斯的枪手 他们甚至懒得掩盖一下这个事实 莫斯科否认俄罗斯特工参与其中 抗议者设置入障的地方有许多妇女 工人甚至孩子 塔鲁塔承认他们很多人的担忧是合理的 已经发生和正在广场上发生的事情 冒犯了顿涅茨克人 上到前总统 下到各个部长 这个政府里供职的人都来自顿涅茨克 对于他们来说 抗争旧事理就是跟他们对着干 乌克兰军方已经开始针对抗议者 实施所谓的反恐行动 希尔盖塔鲁塔表示 这次行动是很微妙的 当然军队的厂客不应该接近那些 手无腹肌之力的平民 应该跟他们交流 但是他们也需要愿意参与到对话中来 因为如果他们不想对话 就意味着这些人在做不同的努力 这位身价约20亿美元的钢铁巨头 三月份被基辅新政权任命为州长 在这样一个依赖于重工业和采矿业的地方 塔鲁塔是当地一个工业贸易协会的会长 他拥有顿涅茨克一家足球俱乐部 他说他了解他的人民 大部分人并不希望顿涅茨克成为俄罗斯的一部分 他们希望顿涅茨克人的生活更好 我们在努力和他们进行对话 并在这个酒店会面来规劝他们 这样我们就能够达成一个共识 我们也希望针对我们领土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公投 但是这不包括国家统一性的问题 他坚持说必须要用武力解决拒绝与政府进行对话的武装分裂分子 当他们威胁到国家安全机构的时候 我们就没有什么选择了 我不认为任何一个国家会允许自己的军事力量受到攻击 在这种情况下军方展示了极大的忍耐力 避免更大的混乱 在酒店房间继续治理顿涅茨克的塔鲁塔州长 面临着避免乌克兰分裂的挑战 他的第一个任务是努力夺回他充满俄罗斯意味的办公室 美国之音记者李奇威尔顿涅茨克报道 有人这样战算 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 我觉得这值得不唯一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 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吃出来让大家吃到 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中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欢迎您继续回到VOA卫视新闻 美国国务院2013年关于贩卖人口的报告指出 在全球有2600万人口贩卖的受害者 那么其中有很多都是年轻的女孩 那么这个问题可以说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 这个问题尤其是在印度尤为重要 美国之音记者法拉包尔 最近就与美国前总统卡特谈到了这个问题 而这个问题呢 也是卡特前总统的新书召唤行动的部分内容 下面就是专访报道 卡特称 对女性的虐待和忽视是世界上最严重的侵犯人权的行为 最严重的问题是父母杀害女婴 以及如果父母发现胎儿是女孩就堕胎 卡特说在这个问题上也许没有任何地方比印度更严重 女性人口日益减少正引发更多的人口贩卖 尼泊尔是被送往印度的女性奴隶的重要来源 印度女性人口短缺 不仅缺少妻子 也缺少卖淫的女性 芝加哥大学法学教授卡兰锤说 印度男女比例失调 可以归咎于运用技术手段协助怀孕 80年代 超声波技术在印度十分流行 它能让人们辨认胎儿的性别 由于女性在印度社会中的地位 以及人们普遍认为女性是负担 很多人选择将女性胎儿堕胎 现在二十年后 印度一些地区女性人口少百分之十五至百分之二十 所以印度大量男性永远没机会结婚 也正因为如此 在印度不仅经常看到人口贩卖活动 也有不少来自尼泊尔等其他国家的新娘 他们告诉女孩的父母 你为什么不让我们带走你们的女儿呢 我们会教他们怎样成为教师 美容师或者护士 我们保证他们把工资的四分之一 来贴补你们贫穷的家庭 父母觉得自己是帮了女儿 这些女孩被带走了第一晚 人口贩子就给他们服麻醉药 强奸他们 侮辱他们 卡兰锤说 印度政府试图通过限制超声波技术的应用 和限制坐胎来解决问题 但是持续的需求使这个市场转入了地下 还是很容易做 通过非法途径照超声波 医生和医务人员从做性别检测中牟利 卡特和卡兰锤指出 为了扭转这种趋势 平衡男女人口比例 每一社会都需要做出长期的努力 包括改变对女性的认知 如果我们在社会中 给予女性更多机会 珍重女性 重视女性的教育和经济独立 不把女性视为经济负担 唯有如此 这个问题才能得到真正解决 据估计 在印度六岁以下的女孩 比男孩少七百万 这一数据凸显了对女性进行教育 提升女性角色 和性别平等的重要性 我们没有认识 如果你做这个性格 那就是我的工作 要在另外的方面 还要在做一个平衡 做一个反弹 做一个结果 而非一样的 节目最后呢 又到了我们的OMG美语的时间了 今天白杰要教大家一些 和英语call有关的地道美语 赶快去看看 大家好 欢迎来到OMG美语 我是白杰 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 close 有关的美语说法 close cal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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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两个意思 something dangerous just happened close call whoa close call close call 差点出事了 很凶 OMG I almost got hit by a car that was a close call that was a close call 天呐 我差点被车撞了 太选了 OMG I'm glad you're okay be careful 天呐 你没事那就好了 小心一点 另外一个意思就是 a close competition whoa close call that was a close call whoa that was a close call whoa close call 中部难分的比赛 UKON UKON by four points that was a close call UKON 以四分的优势取胜了 真是长 中部难分的比赛 call the shots call the shots rion 跟他的女朋友在一起 oh 什么都是他的女朋友说了算 他什么都听他的 好 请评论告诉我 have you experienced a dangerous close call lately or witnessed a really close call in a basketball game who calls the shots in your friend's relationships do you call the shots in your relationship 好 拜拜 亚太五号卫星 卫星转发器KU频段 东京138度 下行频率12439.5兆赫 符号率每秒2500千伏 前向纠错四分之三 即化方式垂直即化 PID分组识别码 1010视频 1011音频 好 观众朋友 以上就是今天晚上VOA卫视第一小时的节目 如果您对今天节目有任何的建议或是看法 我们欢迎您发送电邮给我们 电邮地址是VOA新闻at gmail.com 我是郑玉文 也请您不要走开 继续收看由保生还有宇舟 为您主持的时事大家谈节目 祝您晚安 我们下面就把时间交给保生还有宇舟 好 谢谢宇文 谢谢宇文 拜拜 谢谢宇文